大家好,就快又到農曆新年 今天是何年的家庭菜,适合过节宴下 我这里有2盎司的干冬菇,已经用温水清洗干净,热水浸透 拿干冬菇的水分,然后剪去冬菇顶 详细浸泡冬菇的过程,我也有影片分享过 有兴趣有上角有连结 剩下的冬菇水要保留 这里有10粒红棕,我买的时候已经去核 如果你买的有核要去核,然后把它剪开 让红棕煮的时候容易出味 有一些杏包菇,冲一冲水,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然后根据影片中的方法割花 要开一个粟粉水,最后埋芡 还要跟这里的调味分量,混入一个酱汁 准备一些姜 现在开始煮,加些油烧热锅后用中大火 把杏包菇铺平后,煎至两边微和 反转了最好加少许油,这样才容易煎香 我们用同一只锅,加些油 加些姜片,爆一下姜片 然后可以加些冬菇 再加些红棕,炒1分半钟 接着可以加上混好的酱汁 将它炒均匀 我冬菇的厚薄是要煮20分钟 我加了足够20分钟的冬菇水 加水的份量是视乎你用的冬菇厚薄 煮起后转中小火炆20分钟 需要试一试味 然后调味可以加少许盐 一些胡椒粉 一些胡椒粉 兜炒均匀 现在可以加少许粟粉水 埋起薄芡 素包片炆冬菇 只会加少许粟 只会加少许粟粉 刚才已经试了 加适量的老抽 调配颜色 结果虾 很多辣椒粉 还会加少许粟粉 材料 猪一切 加少许粟粉 煮到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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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年之前都會分享多幾款的現客菜 在此祝大家五福臨門,恭喜發財!